本次比赛云集了一带一路沿线六个国家的八位世界顶尖女子棋手参赛 等级分世界排名第一的四届棋后 中国棋手侯亦凡在四轮比赛中稳定发挥取得两胜两合 七轮比赛过后侯亦凡以四胜两合一副积五分的战绩获得冠军 这也是侯亦凡继2016年后又一次在陕西举办的世界顶尖快棋邀请赛中夺冠 俄罗斯名将科斯坚纽克以四胜一合两副积4.5分获得亚军 中国棋手沈阳收关站一合乌克兰名将乌什尼娜 他以两胜四合一副积4分获得第三名 这次比赛总体的发挥我觉得还算稳定 自己感觉大多数棋局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从质量上来看其实没有太多的反复 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稳中待功吧 这在会计当中如果说能够避免失误 这可以说是对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期望值吧 本次比赛的圆满举办 使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又增添了一抹色彩 参赛的顶尖女棋手共同为广大棋迷奉献了多场精彩对局 久位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的侯亦凡 对于能够再次来到西安参加比赛感到非常开心 而她的近况也是其民们最为关心的 突然意识到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我其实是18年暑期 然后前往牛津大学读书 读的是公共政策的硕士 那么这是一个为期一年的项目 现在的自己的心态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希望能够多参加一些比赛 纵使是在拓展自己其他的职业范围 我也希望尽可能的能够跟国际象棋相结合 当然了不是说从咱们的这种专业竞技化的道路 而是在外围尽可能多的把一些看似可能毫无关联的点 或者说一些行业把它连接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